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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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切好的豆腐放上日本醬油 一些味淋 一些二砂糖 醃製一個晚上 我們第二天我們把它拿去烤 烤完大概兩分鐘的時候 把它燒上一些醬汁 讓它比較入味 我們先取一片那個海苔 鋪上那個豆豉飯 均勻地鋪在每一個海苔上面 那這邊有一個小訣竅 那個飯可能會沾手 所以我們可以拿一些冷的開水 把手稍微抹一下 在捲壽司的時候 這個力道要稍微拿捏一下 那站在鋪平的時候 我們稍微有一個底 壽司飯把它反過來 抹上一些芥末醬 然後放上我們烤好的豆腐 壽司把它捲起來 然後再來它的外層 均勻地撒上那個黑白芝麻 切完以後我們就排列整齊 把它擺上去就可以了 那這道就是我們的烤豆腐壽司 好看